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芳慈 欢迎收看全球看民视 接下来30分钟 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你来走遍全世界 首先来看到临近的日本 北海道新千岁机场 在昨天傍晚传出 有架大汉航空A330班机 在停机坪跟国泰航空 波音777客机发生差撞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专家推测 是因为当地的暴雪 让地勤拖车打滑 曾酿成事故 画面上可以看到 相撞的两架搬机 其中一架机尾破了个大洞 另一架的机翼也变形弯折 日本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 16号傍晚金船撞机意外 一架大汉航空A330班机 在移动途中和停机坪上的 国泰航空波音777班机 发生碰撞 事发当下 国泰航空班机上 没有任何人员 而大海航空的客机 载有289名乘客和机组员 正依照起飞程序 由地勤拖车进行后推 准备启动引擎后 再前往跑道待命 由于今年1月2号才刚发生 羽田机场的撞击事故 这起意外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各界关注 索性两架飞机都没有漏油 或者是起火 也没有传出人员受伤 16号事故当天 北海道正面临入东最强的一波寒流 下着暴雪 专家推测 有可能是地勤拖车打滑 才会酿成意外 事后原定搭乘 国泰航空班机的旅客 已经分批改搭 其他班次 继续前往香港 而大海航空的旅客 也在17号凌晨 搭乘替代班机 顺利抵达南韩的 任串机场 日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面临 暴风雪的还有美国 真是受到极力含流的影响 全美有近八成的民众 过去一个晚上是处于零下的低温当中 那么各地也因此事故频传 几天下来至少九人不幸丧命 当局还警告 另一波寒流要接着来袭 城市变成一片银白 不管大人小孩都超兴奋 吉地寒流来了 全美大面积激动 受大湖效应影响 密西根湖上空出现大量蒸汽物宛如仙境 不过这波寒流对多数人来说并不美丽 更可能致命 修士顿居民回想起刚刚的回家之路 余计有存 因为道路结冰 平常35分钟的路程 它花了六个多小时 而马州这位车主就没这么幸运 16号全美从北到南 超过一亿四千万人都笼到在病寒警告中 气温骤降至涉事零下三十几度 各地事故频传 肯塔基州直升机救出了四名受困山中的大学生 阿肯色州的警方甚至出动军用汉马前往救援 全美多地停课 华盛顿特区政府的办公室也关闭 这是自2022年1月来首次 尽管这波寒流17号将解弱 但当局警告 另一波将接着来 民众仍然得做好保暖措施 米诗新闻陈宜 综合报导 而致命的寒风不只是人类受不了 对动物也是一样的 美国底特律狗狗救援队这两天 报案电话就激增 因为四主的疏忽 不少毛小孩被留在室外的狗窝里 冷到发抖 有些还不幸冻死 一连艾捆的小黑狗正在休养 他的名字叫做暴雪 因为他刚刚历劫归来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脂肪 脂肪和脂肪和其他 所以我们也认为他们在棍子里 所以我们也不确定 有人会在街上搜救援队 救援队赶到时 暴雪严重失温 几乎剩下最后一口气 身旁的伙伴白雪 一样奄奄一袭 几地寒流来袭 美国各地急冻 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 不论人还是狗 统统扛不住 底特律狗狗就原来这两天 就接电话接到手软 因为由于四主的疏忽或不了解 可怜的毛孩被留在屋外 捂住受冻 除了呼吁四主尽到照顾责任 动保团体也在寒流期间分发保暖狗窝 期望悲剧不要再发生 明示新闻陈寅 综合报导 而另外这个极地冷空气 我们刚才有说到 激动了大半的美国 那么其中位在五大湖旁的 丰城芝加哥 更是全城都在风寒警示当中 昨天体感温度最低 可以来到摄氏零下37度 受此影响电动车 特斯拉电都充不了了 结果现在相关的充电站旁边 通通都是满满没电的特斯拉 成了电动车坟场 比变海流大发挥 紧离密西根湖的封城芝加哥 更是有感 因为就连特斯拉都忍到闹罢工 年轻人笑到不行 因为充电困难 许多特斯拉没电 只要先丢在现场 结果充电站反倒成了电动车坟场 情景实在荒谬 工作人员帮忙把没电的车推走 由女车主直呼 这根本就是大灾难 但最让车主无言的 或许要属特斯拉公司的态度 即使媒体去讯询问 特斯拉也不理不睬 汽车专家则建议 车主充电前 最好先按下预调节按钮 让电池进入最佳温度 才能好好充电 另外有份挪威研究发现 极端低温会打击电动车效能 除了充电时间花更久 行驶里程也会打八折 明镇新闻林浩博终合报道 选美比赛难逃中国政治力的介入 我们带来看是正在柬埔寨 所登场的全球小姐选美赛事当中 西藏小姐她因为坚持佩戴的是 西藏名称的背带 而不愿改批中国西藏这样子的背带 所以遭到主办国家柬埔寨 打压竞赛了 不过对此她丝毫不后悔 她强调她参赛的目的 就是要替西藏发声 年度全球小姐选美比赛 正在柬埔寨盛大登场 但本该参赛西藏代表单针白针 却因为中国因素 只好中途棄赛 主办国之一的柬埔寨 是中国好麻吉 根据单针白针所法 是检国总理鸿马内 亲自传讯息向办理单位施压 不过身为流亡藏人 单针白针不愿屈服 因为她参赛就是要代表自己的国家西藏 在国际为西藏发声 而且主办方除了强迫佩戴中国西藏背带 也不准展示西藏民族旗帜 不能伸穿西藏民族服饰 结果单针白针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背来下 禁止参加下一轮比赛 但她自己却深感骄傲 10号回到美国纽约 自己就大大举着雪山狮子旗 同乡也到机场加油打气 他们献上哈达 还给了大大拥抱 向来严命管控讯息流通的北朝鲜 如今被国民媒体报道说 去年底下发生了一起重大死伤的交通意外 这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在去年12月25号当天 一列从平壤出发 前往咸进南道简德的长途列车 途中经过端川跟东德站之后 因为电力严重不足 所以火车在爬坡的时候翻覆了 七节车厢坠落山谷 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不过邻近的南韩对此表示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资讯 北朝鲜向来严密管控讯息流通 外界难以了解国内情形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16号报道 北朝鲜上个月 一辆从平壤出发的长途火车 途中却惊传脱轨翻覆 造成重大伤亡 지난해 12월 25일 평양에서 출발해 함경남도 검덕으로 향하던 역의 결차가 전복되 400명 이상이 사망하는 사고가 발생했다고 보도했습니다 这列长途列车 2023年12月25号 从平壤出发后 预计行驶13个小时 火车途中经过 咸进南道的端川站 当时端川下起大雪 之后列车又一路行驶 再行进东德站 接着要往更上坡的离坡站 却因为电力严重不足 造成车轮空转 随后整辆列车往后倒退 接着多达七节车厢脱轨 坠落山谷 车上超过400人死亡 기관차와 기관차 바로 뒤에 연결된 상급열차 두 개는 탈선되지 않은 채 단천역까지 밀려내려왔습니다 이에 상급열차에 탑승했던 간부들은 생존할 수 있었지만 뒤편 7개의 객차에 탔던 주민들은 대부분 사망했다고 이 소식통은 전했습니다 报道还指出 由于死亡人数非常多 因此平壤 당局还为此 특별设立遗体处理工作小组 而事发后 北朝鲜天로部已回报给中央 而由于事件发生隔天 不要先将举办劳动党全体会议 当局也宣布 端川进入紧急状态 避免灾难消息泄漏出去 南韩同一部则表示 目前无法确认这项消息 民事新闻林云贤 照合报道 季头转到美国 冰州有一场高中篮球赛上 出现了感人的场面 唐氏正球员首都出场 还上演了精彩得分 全场欢声雷动 激烈厮杀的篮球赛场 也有暖心时刻 唐氏正球员比赛处女秀 观众用欢呼迎接 17岁的卡森尽管接球一度失误 但是他没有轻言放弃 投一次不进 再投第二次 终于进篮得分 全场跟着嗨翻 之后还再加码两次投篮 贡献多达6分 这一刻陆湖高中 被号40号写下历史 除了靠着卡森自己 日复一日的苦练 还有队友和教练的帮忙 他来到每个练习 工作很难 我们跟教练 说我们去找卡森 卡森想要赢 我们想让卡森赢 他们都很棒的 看他出现了 非常棒 卡森的妈妈见证儿子 杰出表现不经喜极而泣 他们在送我视频 我在工作上 我必须说 教练宾是非常棒的 他说我们就把他出现 看看他能够做 只要努力 任何人都可以上场 发光发热 也给全场留下难忘回忆 非常棒 我喜欢他 迷世新闻出击 综合报导 飞标世界杯 白金汉俊出现了一位 年仅八岁的选手 坎德 他除了打标 够准之外 还可以用超惊人的速度 心算 结标排列组合 被誉为新生代 飞标天才 小小个头 架势 准度 却丝毫不输大人 但要拔飞标 却得先踩上电箱 Noah Kendall今年八岁 两年前和爸爸一起看比赛 就迷上了飞标运动 房间里少不了玩具 但最显眼的 还是三个标把 与各式各样的飞标周边 和奖杯 Candle每天练习两个小时 甚至成为英国白金汉俊 年纪最小的代表队成员 七岁就曾经完成过180分 更厉害的是 他能用近乎计算机的速度 计算出各种 结标排列组合 So how would you finish one four five Trouble twenty Trouble fifteen Tops And another way Trouble twenty Trouble nineteen Double fourteen What's the highest check out 170 How would you do that one Trouble twenty Trouble twenty Bulls'Eye 妈妈说小Candle 特别擅长数学 这一项才能 已经被当地的裁判组织发掘 未来有机会 在成人组赛事中执法 但这一位飞标小天才 更想超着选手之路发展 希望未来有朝一日 能登上世界杯舞台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各地 庆祝新年的方式大不同 印度北部 阿萨姆邦 每一年一月 都会集体下水 用几百年前 这个祖宗 传承下来的古老方式 来捕鱼 庆祝丰收 上百名渔夫同是拿着 传统竹篓和渔网 站在膝盖深的河里捕鱼 场面十分壮观 这是印度北部阿萨姆邦 庆祝丰收的百年传统 这也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 庆祝活动于一月中旬展开 为期三天 民众以祖先原始的方式 清晨下水捕鱼 一边捕还一边唱着村庄 流传下来的民谣 感谢神明前一年给予的丰收 捞到的鱼 则由家人直接在河边 煮来吃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我们临近的日本 有很多的冬季限定的 祭典跟活动 我们接着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岛根县引祈岛的 这个例行的烧火祈福一事 用来祈求新的一年 无病无灾 另外还要来看到的是 北海盗的石舍牧场 所进行这个壮观的追马运动 雪地当中传出隆隆声响 数十匹马从远处狂奔而来 掀起一大片由雪花构成的烟雾 日本北海盗的石舍牧场 每到冬季就会举办追马运动 让牧场内的农耕马 出来跑跑步活动一下 以免冬天吃太肥 运动量不足 还能预防怀孕的母马 生产时出现难产行形 参加活动的马匹 都是农耕用的重种马 相比一般马匹 身形更为健壮 体重平均超过一公顿 跑起来气势惊人 震案场面 每年都吸引大批民众 前来参观 随着医院迈入下旬 日本各地的新春活动和祭典 也进入最后阶段 福岡的节田神社 举办多福面活动 在鸟居后方 设置高达5.3公尺的福神面具 笑口常开 迎接参拜相克 据说只要穿过这个福神之口 就能保佑生意兴隆 家人平安 属于岛根线的离岛 隐岐岛 树浩也举办例行的 烧火祈福仪式 将新年期间的装饰品 放在竹子搭建 高达20公尺的高台边 一起放火燃烧 祈求新的一年能够无病无灾 烧焦的竹子最后还掉进海里 几名身穿钉字铺的壮钉 立刻下水把他扛上来 一路小跑 送到新婚或是新搬来的居民家中 据说有驱邪避凶的效果 新的一年正式起跑 民众都期望接下来能够顺顺利利 彼此新闻综合报道 冬季风暴正席卷着美国 那么很多地方 也因此覆盖着厚厚雪堆 但是苦中作乐 我们带来看密西根州影男子 就把家门外的雪堆 打造成像这样子 栩栩如生的虎金雕塑 走出室外 大雪纷飞 厚厚白雪冰冷天气 却燃起这名男子的创作魂 他突发奇想堆出立体的虎金形状 虎金的锐利武器牙齿也微妙微笑 用捏饭团方式制作成三角形 再用喷漆漆上各个部位的颜色 虎金周围则被蓝色包围 仿佛从水中冲出来 密西根州收复蓝星 冬天常常大雪不断 尤其遇上冬季风暴雪堆源源不绝 科斯罗斯基年年堆雪岩 觉得没创业 这次投入心力雕塑出最爱的虎金 总共花了九个半小时制作 虎金分布相当广泛 连冰冷的南北极海洋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近期顺势零下十度左右的天气 一个雪虎金雕塑相当应景 明石秀联心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印度西部的拉加斯坦邦 这里的骆驼庆典日前才落幕 三天活动热闹非凡 除了重头戏骆驼选美之外 还有骆驼与马的赛跑 男生比摔角 女生顶瓦罐比谁跑得快 在场边还有装扮华丽的舞者 跳舞助行 骆驼全身打扮的猪光宝器 披着缝满亮镜机镜子装饰 以及多产毛六毯子 原来他是要参加印度拉加斯坦邦 一年一度的骆驼选美大赛 整个庆祝活动 肖像世界宣传拉加斯坦文化 因此除了骆驼选美 还有骆驼赛跑 其实疯狂鞭策 就是要跑出最快速度 另外赛马同样吃鸡 马匹穿越终点线那一刻 两旁爆出如雷欢呼 其实不止动物 单纯人与人的较量也很精彩 妇女头顶网罐 飞速赛跑 另一边也有男生赤裸上身 相互在黄沙摔跤 从1月12号到14号的庆典期间 整座城市放假 并广邀全球游客一起来同欢 民事新闻林浩博综合报道 国际上的详细天气状况 我们把镜头交给AI主播闽西 哈喽 大家晚安 我是民事AI主播闽西 台南市的佐镇区 许多人对这个地方 应该都不太熟悉 佐镇因为人口流失 昔日的繁华早已经消失 今年起 地方人士特别发起抢救 佐镇百年风华大作战 以这城广场为中心 首度举办灯会 灯会以月照逐林间 光影药二地为主题 将传统聚落 改造成令人惊艳的观光新亮点哟 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 由于北极寒流来袭 英国大部分地区 本周将持续面临严寒的天候和降雪 周末还可能下起暴风雪 1月的平均温度 比平常低了摄氏5到6度 今晚可能来到近14年的最低温 苏格兰预估降到零下15度 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 东京 大阪 首尔 最低-1度最高13度 新加坡 雅加达 河内 最低-18度最高33度 吉隆坡 马尼拉 新德里 最低-6度最高32度 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最低-12度最高18度 伦敦 巴黎 莫斯科 最低-16度最高3度 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 请大家持续锁定民事新闻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 总继 优优独播剧场——amin